大家好,这一期视频我们来讲讲销声室建设时通风系统的设计问题 由于销声室是在一个很密闭的环境状态下工作的 为了保证里面的人员的使用安全以及销声室的使用寿命问题 通风设计必不可少 销声室的通风设计需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,确保通风系统噪音水平定于销声室内的噪音水平 以避免销声室实验时或测试的时候避免产生干扰 第二,通风系统的设计应该能够保证室内的温度、湿度、空气质量 第三,通风系统的设计应该能够有效地排除空气中的烟雾、气味、蒸汽等有害的物质 第四,通风系统应该考虑销声室的隔音性能 以避免外界的噪音对室内造成影响 第五,通风系统的设计应该考虑到经济性和节能性 以降低运行成本 具体设计步骤如下 第一,根据销声室的空间大小和实验测试的要求 来确定通风系统的风量、风速、空气质量等参数 第二,选择合适的通风扇和排风扇并确定数量和位置 第三,设计通风管道和通风槽以保证室内的空气流通 第四,设计通风板块的形状和大小 以实现室内的空气流通和噪音的降低 第五,考虑通风系统的控制装置和自动控制装置的设计 需要注意的是,销声室的通风系统设计 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去进行 以确保室内的环境符合要求 同时,通风系统的设计也应该考虑到销声室内的隔音性能 以避免外界的噪音对室内产生影响 好了,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来分享销声室建设时的安全保障 大家有什么疑问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观看